中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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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棒的 中佳新闻 中佳新闻 後續的 中佳新闻 我們不是只要 新闻 中佳新闻 中佳新闻 提供 祈求身體健康 中佳新闻 民國 我想要 欢迎 全新闻 中佳新闻 全新闻 公車停 就是往往 另外 现场 新闻 故事 自己店 新闻 全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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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佳新闻 送入我們社區 剛好今天又是逢九九重陽進老街 今天他們辦了這個疫檢 還有捐贈這個米 還有油飯一些物資 謝謝他們把愛心送到社區 關懷我們所有的老人 今天還有特別辦了一個 糖尿病的篩檢 關心我們老人的一些健康 謝謝 許多收到通知的社區長輩 都親自來領取油飯 以及白米等物資 並且剪個頭髮 在重陽節感受來自水秀姐 和社會各界的愛心以及關懷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接下來帶您來看 這個詐騙案件頻傳 刑事局就破獲了一起 虛擬貨幣假投資的案件 嫌犯利用社群軟體 招攬不特定的民眾 誘騙被害人投資虛擬貨幣進行詐騙 短短三個月就有150人受騙上當 不乏所得達1000萬元以上 警方駕槍實彈破門而入 來到嫌犯架設的詐騎機房進行搜索 刑事局再度破獲虛擬貨幣假投資案 嫌犯利用社群軟體招攬不特定對象 又使被害人投資虛擬貨幣 被害人在詐騙網頁上以為獲利 等到要提領現金時才發現是一場騙局 短短三個月就超過150人受騙 不乏所得高達1000萬元以上 反案是投資虛擬貨幣的一個詐騙案件 嫌犯會在臉書成立粉絲專業 或利用耐等交友媒體來接觸被害人 那會鼓勵被害人加入他們的投資網頁 那極短成員還會假冒分析師來教導民眾來做操盤 民眾從這個網頁上看到的投資都是獲利的 那在要領取現金的時候 台湖就會以各種的理由來推迫 那最後還會封鎖被害人的一個賬號 那出估被害人有150人左右 那不法獲利上千萬元 在此也呼籲民眾 具有高獲利的投資訊息 務必要保持冷靜 那可拨打165反詐騙專線 或者110 請求警方來協助查證 以免受騙 警方當場查獲理性嫌犯等6人 並查扣電腦主機 電腦螢幕以及手機等證物 全案依刑法詐欺等罪嫌宋辦 並呼籲民眾遇到宣稱高報酬投資的廣告 千萬要提高警覺以免受騙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央新聞的臉書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M青松電台96.9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我們 serajoint禁錄 今天下午後 我們是否就能地 我是蔡小君 你 我是蔡小君 那 天 你 你 怎麼 我 你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